我們在節目之中 總是在提醒大家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但是總有人以身世法 不當回事 寧波鳳華有一名男子 酒後開車 上了路 還在大馬路上睡起了大覺 我們來看 我怎麼開來 我怎麼開來不提醒 我那車子打個嘴 你洗一下好呢 12月22號凌晨0點30分左右 在上田中心幼兒園附近一路口 寧波鳳華交警接到報警後趕到現場 只見一輛麵包車停在路中央 司機好像在車裡熟睡 交警連敲樹下車窗後 司機才慢慢有了反應 腰下車窗後 一股濃濃的酒味飄了出來 民警發現男子醉酒的厲害 說話都不利索 小麵包是橫在馬路中間 影響了來往的車輛通行 當時已經神志不清了 一打開那個車窗 門道裡面是全是酒器 該駕駛我們把它扶下來以後 已經是無法佔領 经呼气室酒精测试仪检测 司机周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 每百毫升285毫克 涉嫌醉酒驾驶 民警立即将其带往医院进行抽血化验 结束后周某被带到交警队醒酒 通过调查 交警发现周某驾车于当天凌晨0点16分左右 到达事发地点 随后便停车在马路中央 睡了20分钟左右 直到民警到达 酒醒后的周某追悔莫及 酒喝多了 忘记了 就生日就回家了 后来第二天醒来 就在这边交警中队 我现在也很后悔吧 就是对我一直都有影响的 目前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已被交警部门立案侦查 接下来周某将面临驾驶证吊销并处罚金 且五年不得重新申领的处罚 同时周某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